其实只要我们足够努力 机会就一直在 但其实我想说是不是的 我们都会努力过无数次 但是我们知道机会只会出现在其中的一两次 努力和成功之间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概率游戏 不是努力就会把事情做成 而是通过努力增加诚实的概率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阿法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2024年3月27日周三 下午的5点06分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 每一天的相见都是我做的事情最大的动力 那今天我会分享两个空头项目 那其中一个空头项目的话 它是OpenFabric AI 那么它的估值超过3亿 那么它的QR的主网的话已经启动了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一个零成本赚取相对应的收益 收益最高可达到5000U的这样一个范围内 然后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空头内容的话 它是那个Solana链上的热门项目 Solana Loan测试网 它可以免费撸三周的这样空头 我们只需要在17点前签到一次获得1000的积分 那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虽然现在时间可能已经过了十几点 那你明天记得操作一下就可以 提前释放出来这样一个讯号 因为这样做出来的话 其实不会耽误它加太多时间 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项目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到了它的推特的主页面 OpenFabric AI 目前的关注度是241.8K的关注度 这边就是相对应的一些教学了 那么本次教学的话 是通过推特上进行这样一个教学 那首先我们点开这样一个网页 然后创建账户并登陆 那我们这边直接开始 今天的一个实战教学 这些完成之后的话 首先先去登陆到我们的钱包 那钱包的话 可以优先选择到小狐狸钱包 或者是OKX的钱包 对了对了 忘记一点了 那个每次大家都有反应 让我就是表述一下 这个项目方这个背景 那同样我在那个RAWDATA上面分享 就搜索这个OpenFabric AI 然后这是它的team 以及它的背靠的团队和投资方 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看一下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 小狐狸钱包添加测试网 添加不了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使用到OKX的交易所 那如果你近期有想要交易加密货币的话 更可以使用到OKX的这个平台 首先恭喜我们在昨日成为了OKX的合作伙伴 然后使用我们的频道的专属邀请链接注册OKX 可以返还最大20%的交易手续费 不要小看这20% 在你日后的交易当中 可以为你省下一笔不错的钱 然后它同时在近期也是有活动 完成身份认证以及相对应的购买或充值 都可以获得到一个数字货币的盲盒 以及是使用的合约体验券 奖励还是非常丰厚的 那我们这边相对应的选择 完钱包登录之后的话 它会让我们去输入到这样一个名字 那我们这边去简单的输入一下 它应该不会需要什么特别的名字吧 那就随便了 无所谓 随便输入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的email的话 选取到自己的那个email就可以 那我不知道它是否需要接收到这样一个验证码 所以尽可能选择到能接收到验证码的邮箱 那我这边随着相对应的这个输入完 然后点击到green 然后点击到这里再次进行一个签名 签名完成之后的话 这边就可以连接进去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停留在这个页面上 我这签名的话 然后就成功登陆到了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首先我们要去领一下那个相对应的测试币啊 看一下我们不做二 不做二的内容是它需要打开这样一个以太坊的 就是零水的网址了 那我们这边打开相对应的网址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钱包的地址复制进去就可以 然后这边复制完成之后的话点击一下request 因为我在两个小时之前我就已经领完了 我是为了确保大家领水的时候不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困难的 我去领了一下挺快的 可能到账的话需要个一两分钟左右 然后它就会到账 那如果没有到账的话 你也不要急小伙伴 你就稍微再等待一下 它就是测 我用了两个账号测试一下 应该到账的话都挺快的 而且都会到账 不会存在像我们之前那个领不到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随着人群涌入过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现在非常惧怕这种零水的项目 那首先再来到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已经做到它的第三步了 那么零水相对应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三步是怎么做的 那首先它是在这样一个页面当中打开这里 打开这个鸟 然后选择到 选择到这一个 我们点击到相对应的这个按钮 然后它是第三步的话 是在这个US token 然后点击一下Continue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选择 它其实是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勾选了哪一个 它是英特 英特R19的N0 然后这两个的话应该 哦4090它勾选是4090 那我们同样也是选择到这个4090的CPU 然后点击一下Continue 然后相对应的要进行签名 然后估计要再付这样一个费用吧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相对应的点击一下那个Panel 然后应该是小狐狸要进行这样一个付费 那么我们这边勾选下付费 它应该会很快的就进行完 验证完成 那我们这边紧接着返回到之前的这个页面当中 教程页面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步是怎样一个操作 第四步的话它是打开这样一个 然后切换到Running的这个选项块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 是有一个什么类似于进度条的吧 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也暂时不去理它 我们转到相对应的这个Running的这个页面当中 那我们也在这个页面当中 那继续以最大的图来图示它 然后它这里他说 You have no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的响应还没有完成 那么各位观众老爷 如果它一直迟迟不响应的话 我们进行一下第五步 就不要在第四步当中耗着 第五步它是打开这样一个 那还是一样的那个网页当中 通过创建不同的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否会 会影响这一个 那我们这边再去重复交互一下 那因为它其实这边写是 如果你完成了这样一个创建实力的话 并重复三四步骤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完成了个步骤 然后测试更多的应用程序 那如果用完了这以后 需要进行第二次的零水 第二次零水要在24小时之后 我们先进行一下第五步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刚刚用的是这个4.71的评分 我们这次用的话是这个4.92的评分 应该评分高一点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到也是相对应的这一个 那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区别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一个4090一个3090 那我们这边还是 那我们这边今天做个不一样的 我们试一下这个 那我们相对应的环节操作一下 那我们点击到签名 签名之后的话会进行到这样一个付款 然后我们这边目前账户的余额 还有60的这样一个测试笔 那我们点击一下那个相对应的这个paypal 然后这边支付相对应的费用呢 当前账户就不能够再支持我去完成第三个项目 应用程序了 那所以我需要在第二天的时候再进行到零水 然后再进行到其他的任务的交互啊 所以有些任务还是要每天进行交互的 包括我在之前出了几些视频当中 也有很多小伙伴会在那个评论区当中评论我 他说你那个任务需要每天都进行交互吗 那你既然测试笔领的话 那尽可能每日都进行交互 因为测试网一般都是刷交互量的 交互量越多 然后你的获得空头概率的话 机会就越多 那准确来说应该就这样子了 那这边还是同样的卡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那这里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那我们这边尝试着打开另外一个新的页面 那同样它也没有出现到一个这样一个新的 那我们尝试一下刷新 记得这一个页面当中的话要保留啊 我是在它的基础上重新开了一个 那我现在是相对应的钱也少了 然后这边暂时还没有体现呢 我不知道它具体要响应多久 我们看一下它评论区是否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评论区当中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那个说 那我们进行一下第六步 它说打开这个部署和运行交易 让你的钱包转换到这个链上 那我们相对应的打开这一个板块内容 那这个不知道小伙伴熟不熟悉啊 因为我们在之前做几只测试网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板块内容啊 它这里我们继续以大图的形式来给大家看啊 那么它是要点到那个相对应的这个 那我们这个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选择到那个 在这里吧 然后 这里是点开 然后点到这里 这里之后的话 勾选一下那个 这个位置上 然后点击到这里 相对应的更改一下它 那么它是08.10 然后是830结尾 08.10830结尾 08.10830结尾 那我们这边相对应的勾选到这里之后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里是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那首先它这里是点击一下那个 complain me 那我们这边要稍等一下它的响应时间啊 可能没有那么快 然后需要进行一下等待时间 我们看一下第三步 选择完对应的之后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到第四个板块内容当中 然后再进行这样的操作 然后第四步会进行到这个 OK 那我就暂时明白了 那我们继续等一下 它刚好响应完成 那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勾号 勾号就说明OK了 然后它这里上第四步是转到这里 然后相对应的往 这边我们要勾选一下 它是那个metamask 那我们这边也要选择到这个metamask 然后这边钱包进行一下连接我们当前的那个测试账户 测试完账户之后的话 然后应该是点击到相对应的dplay 那我们这边选择到dplay 然后这里应该会有一段书写的代码 然后这边进行签名附下相对应的测试币 测试币的话 书完成之后这边就会有个勾选的对的符号 那我们这边就其实就OK了 那第六步也已经完成了 感兴趣到我觉得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什么 因为我其实没有研究过 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因为对我来说好像有点超标的 对对我来说有点超标的 当然我会去学了 在这个行业当中最重要就是一直要去学 一直要不断的努力进步 然后第七步的话就是填写这样一个表格 但是我好像他们应该是有对应的 那个Zillian和Galaxy的任务吧 我刚搜寻一下 没有对应的那个Galaxy的任务 或者是那个Zillian的任务 那么他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目前的评论区当中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发现我日常可能关注到的一个推特博主 他发空投资讯 他可能就是copy过来的吧 因为我今天发现了一个衍生版 就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这里会有一个问题的反应 亏情况 那么他同时也会给他作为一个解答 那这点还是比刚刚的这一个要做的好一点 那他这里是没有任何的问答环节 有一些问题的话 确实需要当面出来解决一下 像评论区有些问题 我也可能当面出来解决一个问题一下 他这里会说有人出现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他说需要耐心等待一下时间 时间完成之后的话 他会自行安装 最终会安装 那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那么在这里之后的话 我们在完成之后 记得一定要在这个板块当中 然后把我们的第四步做完 就是相对应的这个第四个步骤 然后做完 做完然后让他去跑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里就是本期的第一个项目 那么第二个项目 警戒指就过来了 我刚刚说他是Solana链上热门的项目 SolanaLong测试网免费零路的三桌空头 那么这边也就不多废话了 我们直接可以开始这样一个教学 然后点击到相对应的这个网址 然后这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首先的话我们 这里他怎么会自动连接我的钱包 你可以选择到那个 本身属于那 Solana链上的这个钱包 你也可以选择OKX 那看您自己要求吧 我这边可能会够选到OKX吧 那我这边切换一下钱包 选择到账户1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连接 连接完成之后 会出现相对应的这个连接页面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copy下来 然后这边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邀请码 使用到邀请码 然后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就相对应的 接受一下这个1000的这个 几分奖励啊 嗨各位观众老爷 我又回来了 那这里要说明一点啊 这个确实是零路了 他玩这个文字游戏 我是实在没想到的 那其实在早先的一周前的话 我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项目了 那个时候的话 我记得他又是有门槛了 那现在也有这个门槛 门槛的话是需要你在当前的账户当中 至少要有0.1的 那个Solona的这一个币啊 那么他的花费的话应该也不是 他就是0.1的话兑换起来应该是 18到19个 那个USDT 然后这边就可以去领完 然后你这边这边点击完成之后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那个验证 验证完之后 钱包进行一下签名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17分了 然后每天都可以领啊 然后他那个时间是晚上7点 应该不是白天吧 然后这边我们就已经领取完成了 然后这边对应的会有我们的分数 然后每天都可以领取一次 那同样使用到这样一个邀请码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就获得这样一个对应的积分了 那你也欢迎大家可以使用到我的邀请码 我再次说明一遍啊 这里是需要钱包当前账户 是至少要有0.1的Solana的 你当然可以在你的其他钱包当中 充值一点Solana当中过去 那我我刚刚用到是什么方式 我刚用到是那个 我先把这个金额隐藏 然后点到跨链桥 然后跨链 从这个方向上 然后去转到这个 去转到这里的 然后所以我的钱包当中就有了这个钱 然后我就直接那个可以领取了 不是个领路项目 但是他那个形式确实是领路 那也希望大家那个自己衡量一下 要不要去做 因为他说到4月 4月10几号 15号吧应该是 结束 然后他这边积分的话 是未来1比1对换 那个这个代币啊 大羊毛 那Solana链又本身比较热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不做任何投资意见 那任何加密世界投资 明文类投资 甚至游戏内投资 都可能让你血本无愧 不过我们今天视频只是做到把你的金额转换成 就比如说你USDD持有的转换成Solana链上的Solana 也不算是那个 有什么毛病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非常期待 明天与你相见